一盤盤的下午茶上桌 各种甜点让人看得食指大动 而仔细观察 会发现每一道都跟巧克力有关 无论是杯子蛋糕各式饮品 甚至这一道黑色的意大利面 都是巧克力做成的 而仔细品尝味道真的相当独特 吃起来就是 看起来像是巧克力做的面条 可是它的味道有巧克力的味道 但是它的料理起来它是咸的 然后里面青椒还蛮提味的 好吃好吃 我们餐厅主要最大的特色是 用巧克力的 用巧克力下去做的料理 那主要像是我们的杯子蛋糕的部分 它是用72%的巧克力下去做的料理 那还有我们的巧克力意大利面 那搭上我们从 各个地方收集来的那个配方 我们做了一个我们想象中 阿兹特克时代的阿兹特克面 那欢迎各位来尝试一下 我们的阿兹特克面 用巧克力做成的黑色面条 吃起来竟然是又咸又辣的口感 业者表示这道菜的面条 用优质的可可粉制成 搭配上辛辣的香料 呈现的就是巧克力原产地的 阿兹特克风味 是店内的特色料理 而其他巧克力风味的饮品 更是要呈现可可豆最原始的美味 就是如果是说我们的饮料 我们是用巧克力豆来做做研发跟制作的 那巧克力豆跟巧克力粉的差异是在 巧克力它会有不同浓度上 例如我们的饮料有72%的饮料 72%的可可子含量 那一般的巧克力粉 它大概是在16%到32% 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不同的落差 那在风味上面 因为我们的72%它的奶精跟糖 还有淀粉它调的比较少 所以可以喝到比较浓醇的巧克力 鱼人码头的巧克力梦公园 是最近相当热门的景点 业者引进巧克力的工艺 也希望藉由文创的包装 能够推广欧美流行许久的巧克力文化 而今更要用巧克力美食来征服民众的味蕾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